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内容 这是一个AI驱动的新型媒体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网址是Build the World 节目的内容是 周海妹在北京别墅不值钱 驻北京七环2002年购买 周海妹在北京别墅不值钱 驻北京七环2002年购买 事反影视 媒体近来对周海妹遗产的报道 似乎最关注的是她在北京的豪宅 看起来周海妹是一个不缺钱的女明星 但实际上 她在北京的豪宅价值并不高 有人曾评价说 这是因为周海妹买房子的时候买得太早 那时候是2002年 虽然周海妹花了多少钱买房并不确定 但是北京的房价直到2008年才迅猛上涨 在2008年之前 很多北京人买房子仅需几千块 甚至是一两千元一平方米 因此 即使周海妹所拥有的豪宅是500平方米 由于她买得太早 她本人花费的钱也不会太多 从房地产的角度看 周海妹的财富似乎并不算很丰厚 她只是好运地赶在北京房价长之前购买了自己的房子 但她在香港专题买房子却力不从心 首先 周海妹的豪宅位于北京的郊区 据说是顺义区靠近机场 因为地理位置的人因 那里的房子并不值钱 大家如果对各个城市机场附近的房产了解得更多 就会知道那些房子都比市中心的房子便宜 周海妹的别墅就是在机场附近 即使出售也不太吸引人 毕竟谁也不想住在机场或火车站附近 因为那里太吵了 不太适合休息 如果早些年去看周海妹的所谓豪宅 可能只是一幢盖在宅基地上的几层小楼 虽然农村人的房子往往有几百平米 周围的空间也宽敞 但由于位置偏僻 很多人认为这样的房子除了使用价值外 出售时并不值钱 这或许也是为什么人们会说 周海妹的豪宅是不值钱的原因之一 有人甚至说 她的豪宅仅值2000万 但这一点也不确定 其次 周海妹买房子实在太早了 早期 她并不需要花费很多钱 就能在北京安居 即使按照周海妹现在豪宅价值2000万来看 她也不能算是一个富婆 因为她早在2002年就已经买了房子 因此 周海妹在经济上并不算非常富有 她的财富主要来源于演艺事业 不过 我们并不应该只看待她的物质财富 周海妹是一个非常优秀 多才多艺的艺人 她的演技精湛 受到了很多观众的喜爱 她在影视剧中的表现也让人们感到印象深刻 尽管她的财富与其他明星相比可能没有那么高 但她的人格魅力和艺术成就却是毋庸置疑的 最后 我们不得不反思 在追求物质财富的同时 我们是否忽略了其他更为重要的价值观 金钱并非万能 它不能代表一个人的全部 周海妹通过自己的才华与努力赢得了成功 而这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财富 所以 我们应该学会珍惜自己的才华与努力 不断追求更为高尚的价值观 最后 我想问读者一个问题 你认为人生中最重要的财富是什么 说起房价 可以说是近年来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许多人都在争论房价的上涨与否 以及对于房产的投资价值 回顾到十年前 那个时候的房价相对较低 普通人的收入也并不高 所以 对于一些早早购买房产的人来说 他们获得了不菲的回报 比如 像周海妹这样的明星 因为在北京定居了二十多年 早早购买了房产 因此 在房价上涨后 他的房子也相应地升值了 但是 值得强调的是 当他购买房子的时候 并不代表他有很多钱 因为选择在房价上涨时购买房产 所付出的代价和那个时代的购买是不一样的 因此 我们不能单纯地以房产的价值 来评判一个人的财富 另外一个例子是蔡绍芬和洪心等女明星 与周海妹相比 他们在香港都有自己的房产 有些甚至可以将房子出租 这也说明 当年他们在娱乐圈的时候 经济状况还算不错 否则也无法购买香港的房产 而周海妹在香港并没有自己的房子 不是他不知道香港的房价上涨 并且购买房产可以带来升值的机会 而是他自己并没有足够的资金来购买 他曾经说过 在去北京发展之前 他甚至支付不起香港的房租 对于女明星来说 周海妹的发展可能并不算顺利 但是她有自己的底气 凭借自己的本事养活自己 不像一些明星会与富商传绯闻 通过其他方式来获取财富 所以 她虽然没有很多钱 但或许也在向大家传达了一个女人 要靠自己逆袭 改变自己的社会阶层是非常困难的 成功的女人可能也没有我们想象中那样风光 总结来说 房价的上涨 确实给一些早早购买房产的人 带来了巨大的回报 但是 我们不能仅仅以房产 来评判一个人的财富和成功与否 每个人的经历和机遇都不同 我们应该理解并尊重 每个人的选择和努力 最后 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 你认为一个女人要靠自己逆袭 改变自己的社会阶层 需要面对哪些困难和挑战 你有什么建议和观点 嗨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话题 那就是周海妹的豪宅 媒体一直都在炒作周海妹的豪宅 好像她是个超级有钱的女明星 但是 真相可能会让你大跌眼镜 因为她的豪宅其实并不值钱 首先 周海妹的豪宅位于北京的郊区 听说是顺义区 靠近机场 你知道机场附近的房子有多便宜吗 如果你去看看其他城市的机场附近的房子 你会发现这些房子的价格 都比市中心的房子便宜得多 所以 周海妹的豪宅其实并不值钱 再来说说周海妹买房子的时间 她在2002年就买了房子 那个时候北京的房价还没涨起来 她买房子的时候可能只花了几千块 甚至是一两千元一平方米 所以 即使她的豪宅有五百平方米 她也没有花太多钱 从房地产的角度看 周海妹的财富并不丰厚 然后 我们再来看看周海妹的豪宅 有人说 她的豪宅只值两千万 但这个数字并不确定 如果你去看看周海妹的豪宅 可能你会发现 那只是一壮盖在宅基地上的几层小楼 虽然农村人的房子往往有几百平米 周围的空间也宽敞 但由于位置偏僻 很多人认为这样的房子除了使用价值外 出售时并不值钱 最后 我们来说说周海妹的财富 虽然她的豪宅并不值钱 但她的财富主要来源于她的演艺视野 她是一个非常优秀 多才多艺的艺人 她的演技精湛 受到了很多观众的喜爱 她在影视剧中的表现 也让人们感到印象深刻 所以 我们不应该只看她的物质财富 而应该看她的人格魅力和艺术成就 总的来说 周海妹的豪宅并不值钱 主要是因为她买房的时间早 房子位于郊区 地理位置不好 虽然她的财富并不算很高 但她的演艺事业却非常成功 她的人格魅力和艺术成就也不容忽视 所以 我们不应该只追求物质财富 而应该追求更高尚的价值观 最后 我想问问你们 你们认为人生中最重要的财富是什么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世界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Build 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